各位同学,Good afternoon class 这课呢 就需要用E6的Notes 就是Page 1,2,3 和E6Test 1 就是你这样 看不看 OK 那我们开始了 先拿出Page 1的Notes 先做一个Revision 那你学了呢 在E4那里学了 第一种现象 就是一种自然的现象 就是Current会产生B-Feel 用这个Right Hand Rule 手指公就是Current,手指就是B-Feel 或者是反过来 手指就Current,手指公就是B-Feel 是不是? E5就是第二种现象 就是Current加上B-Feel 是会产生Magnetic Force 的 那这种是叫Motor的原理 Motor Principle OK 那E6呢 就会学第三种现象 就是一条金属线 放在B-Feel 里面 跟着动 OK 那是会产生Voltage 就是会发到电 那这个就是发电机 就是Jurnorator的原理 OK 那第一个问题就是 它要 它的电线要怎么动呢? 才能发到电 OK 那我们先做实验 那你知道我最重视就是实验的 OK 那现在有个磁石 左边就是N 右边就是S 跟着一条金属线 就放在磁石之间 OK 跟着就拼了一个Central Zero的Galometer 就是中间就是零的 左边负 右边正的 OK 跟着呢 那条金属线呢 就用 六个方向来动 首先这样动 OK 好 跟着这样动 打滑 最后这样动 OK 怎样动才能发到电呢? 那个Galometer之针会动呢? OK 那我们 现在呢 就在这个角度看过去 眼睛就在这里看过去 就是这个角度 这样看过去 那就会变成这样 是吧 就是左边N 右边S 那些B field就是这样 OK 那条电线就是这个圈 OK 那首先呢 第一次呢 就是这样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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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在这个角度看 就是这样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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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你发觉 这样动呢 那个Meter呢 是没有反应的 OK 即是发不了电 OK 跟着呢 就试试这样动 那这个Meter呢 是没有反应的 OK 看不看 都没有动到 OK 跟着 最后啦 第三次了 就这样动 就上下动 OK 就是这样动 就是这样动 咦 你发觉 那个Meter之针不断发 OK 也就是说 这样动 就是前后动 这样打环动 发不到电 要这样上下动 或者是打斜动 才能发到电 OK 那你可不可以想一下 其实要怎么动 才能发到电 呢 就是原则是什么 OK 前后动 打环动 发不到电 上下动 打斜动 才能发到电 那就是说 一条Wire 在BFu里 动 不一定发到电 它要动的时候 它要CUT 就是切到那些Fu Line 它才能发到电 OK 这样动 这样动 都切不到Fu Line 所以发不到电 OK 这样动 就在切 那些Fu Line 是吧 这样才能发到电 OK 所以第一个 conclusion 就是一条金属线 在BFu里 动 它动的时候 要是切 那些Magnetic Fu Line 那它才能发到电 OK 接着去到Page 2 好了 Page 2 就 金属线 切到Fu Line 就产生Voltage OK 那这个叫做Induced Voltage 或者叫做Induced Year Math OK 先弄点这个镜头 OK 如果切Fu Line 切得越快 那么Induced EMF 就会越大 例如 一秒钟 切十条Fu Line 那就产生0.1V 如果一秒钟 切到二十条 那就0.2V 如果一秒钟 切三十条 那就0.3V 懂不懂 那这个叫做Validate Law OK OK Q1 怎样令到产生的Voltage 大些 OK 就是前面这个Case 即是怎样令到 产生的Voltage 呢 可以劲点 大些 OK 那第一个方法 就是 猜猜先 第一个方法 就是 Using Song Longer Mainnet 为什么 如果Mainnet 强一点 那些Fu Line 就密一点 那些电线 动的时候 一秒钟 就切到多些Fu Line OK 那第二个方法 就是Mule the wire Faster OK 如果一条Wire 动得快一点 OK 那一秒钟 就切到多些Fu Line 那Voltage 就会劲点 第三个方法 就是Increase The length of the wire in the field 即是在Fu 里面 那段Wire 长一点 就是说 切Fu Line 那把刀 那把刀 那刀口 阔一点 OK 那就切到多些Fu Line OK 如何Increase 那个Length of the wire in the field 其实可以 其实是这样做的 就是你 翘多几重 OK 跟着一起动 整个线一起动 那把刀 一起斩在Fu Line 那切Fu Line 就切得多些 产生的Voltage 就更厉害了 OK 跟着呢 就是Question 2 好了 Question 2 就是一块磁石 就是一个Coil OK Part A 哪一个情况 那个Galometer 会Deflat呢 就是哪个情况 会产生Voltage 然后产生Current OK 那A1 就是 coil 不移动 Mainlet 对上去 是吧 Mainlet 对上去 OK 那Mainlet 那些Fu Line 就跟着 动了 那便会切 那扇圈 就会切到 那些Fu Line 那就会产生Voltage OK 看不见 就好像有个电芯 那样的 那支针 就动了 所以A1 就是Yes OK A2 就是Mainlet 不移动 coil 都不移动 那便切不到 Fu Line 不是 就不是切 Fu Line 产生不到Voltage 所以就是Low OK A3 就是Mainlet 就是Moving Away 那些Fu Line 会跟着 Moving Away 那 coil 就会切到 Fu Line 又会有Voltage 所以 又会有Current 就是Yes OK 那支针 A4 磁石 不移动 coil 都会切到 Fu Line 又会有Voltage 接着 就有Current 所以又是Yes OK 接着 部分B 如何使得 EMF 第一个方法 就是Use Songer Fu Line 密 切Fu Line 就切得多些 第二个方法 就是Mode Mainlet Fast 每秒钟切的Fu Line 就有多些 第三个方法 就是Increase coil Lumber of Turn 多些圈 就好像多些刀 切到多些Fu Line 就是Increase Lumber of Turn 的coil OK 接着 去到Question 3 Question 3 想想想 前面你学了 第一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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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条 金属线 切Fu Line 就是产生Voltage 接着 产生Current OK 第二个就是 切Fu Line 的速度 Double 产生Voltage 就Double OK 接着 Question 3 想想想想 那个 产生出来的 Induced Voltage 或者Induced Current 是什么方向 OK 第一步呢 首先把全部的Meter 变成灯淡 先 OK 那想想的 会更方便 OK 那我们一起做 Part A OK 先处置 Part A OK Part A 磁石 这样处置 那些Fu Line 会跟着移动 是不是 所以那些Fu Line 就切到 线圈 C圈 就会有Induced Voltage 接着 产生Induced Current 对不对 那些Current 究竟是这样 是 是 是 还是 是这样的 OK 那我们两样 都想想想 OK 如果 那些Current 是这样 行不行 OK 先拿一点 如果那些Current 第一个可能 就是那些Current 是这样 是吧 那这边 就会变成S S Po OK 那你将 那你将 那些Current 那些Current 是这样 令到这边 变成S 那看不看得到 有什么问题 如果是这样 就变成了 那我将 那些Current 这边 变成S 那我 叩咱 就不用用力了 那我 就不需要付出 Wattdown 都可以将 磁石 叩咱 但是我又 发到电了 那就是说 不需要付出任何 Energy Wattdown 但是我发到电了 OK 那就 那当然不行了 OK 那就变成了Energy 第二个可能就是这样,我将N波振进去, 那些inducer current就这样,就令到这里变成N, 我将N振进去,我的手将N振进去, 就要克服N的repulsion, 那我就要用力才振进去, 那我就要付出wetdown,即是付出energy, 那wetdown就变成了电, 这样才是一种energy,变成另一种energy, 这样才是合理的, 所以inducer current应该是这样的, 这是part A, 接着就是part B, part B就用一只手, 将Mannet这样拉走, inducer current, 这些feel拉又切到线圈, 那又会有inducer current, 对不对? inducer current应该要是这样, 就令到这边变成N, 那就可以吸着这个S, 那我的手拉着磁石的时候, 就要克服阻力, 那就要付出wetdown, 那我这个wetdown就变成电, ok? 接着呢,part C, part C就是一条wire, 我向上拉上去, ok? 那inducer current应该是怎样呢? 就应该要是这样,ok? 因为inducer current是这样, 那我用let hand rule, ok? inducer current是这样, 那b field就这样, 才可以产生向下的manetic force, 那就可以阻止我将电线拉上去, 所以我将电线拉上去, 就要克服阻力, 那我就要付出wetdown, 然后才能发电, 一盏灯才会亮,ok? 接着呢,就是part D, part D其实很类似, 不再重复了,ok? 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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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呢,就去到page 3 好了,page 3 就... page 3 在这里 先看一下 ok 那个inducer current究竟是什么方向,ok? 其实有两个做法, 第一个做法呢, 叫做lens lock,ok? 就是你要想一下, 那个curve要怎样走, 才可以产生opposing force, 阻止那条wire移动,ok? 然后才能发电,ok? 这个叫lens lock,ok? 就是我们正话之前的做法,ok? 接着第二个做法呢, 叫做right hand rule,ok? 拿出你的右手出来, 食指就是b field,ok? 跟之前一样, 手指公就是那条wire motion的方向,ok? 那么中指呢, 就会指着产生出来的curve的方向,ok? 那你发觉呢, 之前那个是led hand rule, 今次这个是right hand rule,ok? 那分别是什么呢? 之前那个led hand rule, 其实是curve夹在b field, 产生magnetic force,ok? 那这个是摩打的原理, 但是这个right hand rule, 是b field夹在b field里面的motion, 产生induced current, 这个是发电机的原理,ok? 接着呢,去到question 4, 就是a,b,c,d, 就是一个线圈,ok? 就在b field里面移动, 就是consent speed这样移动,ok? 那我们先对part A, part A就是三幅图, 第一幅就是进去, 第二幅就是进去, 第三幅就是进去, 第三幅就是进去, 三幅图哪幅有induced current,ok? 和方向是怎样的,ok? 那我们先看第一幅, 第一幅就是, cd这条边, 留意,ad和bc两条边, 其实是穿过b field, 不是在切近b field,ok? cd这条边, 是在不断切近b field, 所以这条边呢, 会有induced voltage,ok? 那么那个voltage是怎样的呢? 可以用right hand rule,ok? 那Motion就向右, b field就向右, 所以产生的induced current 就应该是这样的,ok? 那就是说呢, 产生的induced voltage 应该是这样的, 是吗? ok? 那整个current 画出来就是这样的, 这个就是在进去,ok? 第二幅就是, 整个current 全部进去, cd这条边, 在切近fuel line, 产生这个voltage, ab这条边, 又在切近fuel line, 产生这个voltage, 留意, 两个voltage是相反方向, 而且一样强的, 那就是completely cancel, 所以这个时刻进去, 就没有induced current,ok? 因为没有led voltage,ok? 第三幅, cd出了b field, 没有voltage, 但ab还是在切近fuel line, 所以这里会有这样的voltage, 产生一个这样的current, 看到吗? 接着就是partb, partb你要想想哪一幅图, ok? 你保持这个coil, 打横行concent velocity, 是需要external force, 去拉他,ok? 看一看, 什么时候需要external force? 反过来, 什么时候不需要external force? 如果没有阻力, 就不需要外面的force, 去拉他, 他都会concent speed, 这个叫newton first law, 对不对? 什么时候需要external force, 去拉他, 就是当有阻力的, 那什么时候会有阻力? 有induced current, 就会有阻力的, 对不对? 因为要发电, ok? 所以应该是第一幅和第三幅, 就是figure one, figure three, 就是induced current, 所以有opposing force, 所以需要external force, 可以超越opposing force, 可以超越opposing force, ok? 那其实external force的work done, 变成了电, ok? 跟着figure three, 即是中间的幅, 就是没有induced current, 所以没有阻力的, 那不需要external force, ok? 跟着呢, 去到这个E6 test 1, ok? E6 test 1, 就是这张, ok? E6 test 1, 就是这张, ok? 先看part 1, 那那个induced current, 是怎样的呢? 将一个expo, 对上去, induced current, 不是, 将一个expo, 拉出去, ok? 那个induced current, 就应该要是这样, 令到这边是N, 那便要吸住它, 不让它拉出去, 那只手便要克服阻力, 那便要付出, wetton, wetton变成了电, ok? 跟着A2, 那个energy transformation, 是怎样呢? ok? 那首先是什么energy? 那这只手, 那我当是个小孩, ok? 那他要用力拉出去, 付出wetton, 那他付出那些叫做, chemical energy, 是吧? 他要吃饭, ok? 那小孩的chemical energy, 即是他的wetton, 就克服这里的左力, 吸力, 就变成了, electrical energy, 是吧? 接着, kerwin经过灯弹, 灯弹发热发光, 那便变成heat energy, light energy, ok? 那接着, 就是part B, part B, 就是一条金属线, 在B field向下移动, ok? 那B1的induced current是怎样呢? 那第一个做法呢? 就是用lens lock, 要怎样才可以产生向上的力, 阻止那条线向下移动, 对不对? ok? 那所以就要用led hand rule, ok? 那B field就向这边, 向左, ok? 那Motion就是, 不不不不, 那B field就向左, ok? 那现在要产生向上的力, 所以这个induced current, 就应该要是这样的, 才可以产生向上的力, 这样的, 这样的, ok? ok? 那这个叫lens lock, 那第二个做法呢, 就是用right hand rule, 右手, 右手, 就是发电机, 就是把它当是发电机, 那B field也是向左, 那Motion就向下, 所以产生的curve, 就是这样的, ok? 那两款都试一下, ok? 那接着呢, 就B2, 如果那个磁石是sanger mannet, 那那个induced current, 会怎样呢? ok? 如果是sanger mannet, 那那Field line, 就会dance, 较密一点, 那会怎样呢? 所以the wire, 就会cut那些Field line, as a higher way, 就是原本是一秒钟剪10条, 现在就一秒钟剪20条, 30条, ok? 所以induced voltage, 就会更加强一点, 所以induced curve, 就会更加强一点, ok? 那这堂呢, 来到这里, 给你一些功课, 好, 今天功课, ok? 那你将它做在, 第一份就是Homework A, Aristo Chapter 17, 就是10和19, 那你做在Homework A, 那复课的时候, 我就会收的了, ok? 那接着呢, 就是Chapter 17的MC, 就是Part 2, 那你做1至20, ok? 那真的要做, 如果不是你, 去到明年呢, 你会发觉自己落后很多, ok? 拜拜!